各位進到我們簡報第九頁之後,我們看一下 那WebDuno跟我們一般,各位平常在看這個 可能也許有些人有聽過Arduino 那到底差別在哪裡? 這兩個其實當然都是 他們都可以做到所謂的物聯網的部分 只是一般來講 我們在Arduino這邊 基本上它主要是單機的 主要是單機的 那 它插電就可以用 插電就可以用 那 基本上呢 它程式是寫在它的晶片上面 所以呢 你寫完了程式,要有一個動作叫做燒錄 就好像以前我們燒光碟片一樣 你要把你的程式燒到那個上面去 所以 它的好處就是單兵作戰 那 你只要插電,它就自動做自己的事情 等於程式都已經寫在裡面了 這是它的優點 那麼缺點的話 我們剛剛講 雖然它也可以連到網際網路上 可是這一塊相對 因為它用的語言 對各位來講 可能相對比較不容易 我想大家如果學過這個程式語言 C C++相對是比較難的 因為它是比較物件導向式的 所以 如果你沒有相關概念的話 可能你要熟悉它比較難 那麼 Webduno 在這一塊就有它的優點 我們剛剛看 Arduino的部分 你必須要在你的電腦裡面去安裝軟體 安裝軟體 然後你去做這個寫程式的動作 當然現在也有就是積木式的 那麼我們Webduno本身 各位你會發現 我們都不需要安裝任何軟體 因為它是雲端為基礎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連上網頁就可以用 所以它的程式語言 就等同我們在寫什麼 在寫網頁 有沒有HTML 就要把它Sweep 所以今天呢 它在提供的這個介面裡面 你可以用積木式的去拖曳 那麼如果你會寫程式 就是我們講的網頁的程式語言 你也可以自己客製化自己的網頁 也就是說你今天可以跳脫這個介面 然後呢就像你剛剛所看到的 我們剛剛在這邊看到的 我是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控制它 用我們的所謂的遙控器對不對 那麼你今天如果不想要把這個介面給人家看 你可以自己寫自己的遙控器 也可以把這個遙控器就搬到你自己的網頁上 就變成是你自己的專案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蠻大的優點 因為它在做這一塊的時候 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都是以網頁為基礎的 所以說其實你也沒有所謂的寫入的動作 也就是你現在程式更新完了 我只要重新執行 在網頁上重新執行 它就馬上更新了 那有沒有缺點 有 沒有網路它就不行 這是它的缺點 所以你如果沒有網路的時候 它就控制不到 就控制不到 這個是各有優缺 所以你說你要用哪一個 其實我覺得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只是以Webduno來講 相對來說是比較 跟我們一般的 這種所謂的電子零件的控制來講 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像這種課程 我從國小 國中高中 高中職 大專 到社會 人士 都可以用 因為相信大家都學的會 好 那麼在Webduno這一塊 他們本身 目前有 四塊開發版 還有四塊開發版 那首先呢 各位看到 這是它最早期的 就是所謂的Fly 這個 那它是跟Arduino在一起的 也就是它是它的擴充 那 這個呢 完成之後 它後來又開發了這個馬克一號 馬克一號呢 就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它就獨立的 就跟Arduino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現在用的呢 是第三個 就是這個Smart 所以剛剛你有看到 有沒有好小一個 這是它的優點 所以它蠻小的 所以我們在 有時候像我們在試傳系 我們可能請同學 在做一些裝置的設計 或展場 它在使用就很方便 因為它可以縮在它的 包裝設計裡面也可以用 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麼現在呢 還有一個是在國小端 因為 各位剛剛有看到 我們這些電子零件 是不是都有尖尖角角的 對不對 所以在國小端 這樣總是相對比較危險 我們總是還是怕小朋友去弄到 所以現在呢 像高雄市 他們 國中 都通通採用這一塊 叫Webdunobit 因為有另外一個叫 叫做Microbit 所以 這種方式 它就是把所有的 很多它會用到的零組件 通通已經燒在上面了 就有點像我們那個 掌上型的遊樂器一樣 它就等於不需要再像我們這樣自己擦 這些零組件 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 不同的 對象 然後不同的教學情境 它就目前有這四塊板子 好 那Webdunobit 剛剛我們還少提到它一個特點 就是在這一塊 雖然我們說 Arduino其實也可以做到 就是物聯網 但是 在Webdunobit 你要做到 一個人 一對一沒有問題 你要做到 多對一 也就是我多個人 可以控制同一個 這個在Webdunobit 裡面是沒有問題的 相反的 你也可以怎麼樣 一個人 控制多個 有沒有 一對多的也OK 甚至呢 我們在這邊 裝置之間也可以互相的 怎麼樣 溝通 也就是說你今天 我用的是馬克一號 我用的是 Smart 我用的是 Webdunobit 他們之間是可以互相溝通的 不會說 因為你用了它 就全部都要用它 所以這個是 Webdunobit 在這一塊它的優點 好 那這樣 各位對Webdunobit 有沒有稍微有點認識了 有了 我們就看看 在簡報第13頁這邊 這裡呢 有很多 就是 就是 Webdunobit的一些應用 你可以從這裡面呢 看到 我裡面 每一個 都有 就是那個 點下去都有連結 好像我們等一下玩燈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在 我們簡報的第13頁 好 像你剛剛所看到的 我們在網頁上 是不是可以操控開關燈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聲控的 老實講 剛剛那個其實你也可以搭配聲控 因為我們手機都有了 對不對 好 那它本身也可以跟我們的 手機的攝影機 或網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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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攝影機做這種人臉追蹤 當然它不是 這個不是辨識人是哪一個 而是 辨識那個外型 好 辨識外型 有沒有也可以用顏色 所以 網路攝影機 或手機的相機都有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人體紅外線感測器 對不對 那也可以有超音波 針對距離的部分做回應 這個是聲音的 都偵測聲音的 好 這個像小夜燈 對不對 你的光線 強 光線弱 就用它來當做一個開關 好 我們在搭電梯 大門 有沒有很多都有這個磁扣磁卡 他也支援 好 所以你也可以搭配這種當作是一種開關的工具 那我們剛也有在 你可以在行動裝置上 一樣的 有沒有 可以操控 好 手機有沒有 左右翻轉啊 前後翻轉啊 好 他都可以當作是一種控制的方式 那麼 你如果要跟 Line結合 或是跟 這個 其他的結合 他也有 Webdino本身也有提供所謂的 自訂 自有積木 你可以怎麼樣 擴充 目前他官方有賣了 就一個一百塊 他現在有賣 你可以有擴充功能的 可以有擴充功能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搭配我們的Google四傳表 還有像這個Google地圖 你就可以跟他做結合 所以因為呢 Webdino本身 它 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什麼 它是網頁嘛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網頁上的服務 非常非常多 很多他都可以跟他做結合 那這一塊呢 就是他的優點 跟Arduino比起來 Arduino的界面 因為他不是網頁的 所以你要做到這一塊 可能你要 更深入的去研究很多 哪一個服務有提供什麼樣的工具 我要怎麼跟他對接 這一塊你要自己去研究 那麼在Webdino這一塊呢 它 既然是走網頁標準 相對的這方面的知識 網路上你要找 就比較容易找得到 這個是一個 蠻不一樣的一個特點 那麼你剛剛看到這個之後 我們再往下看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研究 那在這個地方 這個 就是 語音聲控 操控 多個的 有沒有這樣一次操控多台 對不對 這樣了解 好 所以其實呢 在Webdino裡面 你要一對多 多對一 都相對很容易 好 這個 我們只要用積木就可以控制了 那麼我們再往下走 往下走 這個呢 這一塊 大家好 這是利用Webdino 所做出來的 這個就是它自己 客製化的網頁了 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網頁 就可以在手機上 控制家裡電燈 窗簾 或是大門開關 甚至接受室內的文實錄 同時 有沒有這樣就客製化的網頁 例如電腦 平板 監控家裡所有的電器狀態 以這個例子來說 綠燈就是打開 紅燈就是關起來 此外 透過FID指卡 我們可以一次打開所有的電器 或是出門的時候 你的關燈關門 只要刷一下指卡 就可以把所有的電器 大門關閉 好 那這樣大家就稍微比較清楚 Webdino可以玩什麼東西了 對不對 那當然其實各位 現在就是以前的所謂的 科幻電影那種情節已經出現了 那現在呢 大家會越來越重視的 叫做IoT的安全性 不然的話 你在家裡面 別人就控制你們家的東西 你會不會有點害怕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也有成立一個 那個IoT 物聯網裝置的那個安全性檢測的一個單位 因為它要確保怎麼樣 因為現在物聯網有很多漏洞 我跟你講 現在因為起步 所以還有很多安全性上的漏洞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注意到 很容易別人就怎麼樣 就可以入侵了 那未來Webdino這一塊 它還會再做加強 還會再做加強 好 那像這個的部分呢 這個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這個是超音波的應用 反正這個人大家都認識嘛 這個就是用Webdino去控制網頁的圖片 兩邊一起來就會不一樣 這樣了解 OK 好好好 所以這稍微看一下 後面都一樣 後面只是用不同的東西來玩一下 好 好 那像這個磁卡的啦 我們再往下往下 在這裡 這個的話呢 這個部分 就是我去日南國中上課 上次去年最後一場 我們那個老師又來 做賓果遊戲 這做賓果遊戲的 那這個呢 因為我都有開兒童班 今年寒假沒有開 因為呢 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 其實呢 Webdino 除了你可以玩真的也可以玩假的 也就是他上面會有所謂的模擬器 好 所以你回去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設備 你也可以這樣玩 不一定說一定要有設備才可以玩 那這個就搭配我們的賓果 賓果卡這樣子 用寫程式 我們去抽 那各位應該可以知道 賓果的話可不可以重複 不行嗎 對不對 抽過的就要拿掉 所以這邊就在訓練怎麼樣 怎麼寫程式 那各位其實這些東西都有放在我的部落格上 所以 如果各位呢 你有興趣的話 你在我們簡報第一頁 在這邊 簡報的第一頁 右下角這裡 有一個素文老師的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 我超年級已經幫你做好了 你就可以連到我們家的部落格 那這裡面呢 其實我就會寫蠻多文章 像 這個 我最近是寫一些跟Google語音 這個AI的部分有關的 那還有這個 Webduno 我也有寫這一塊 這個 模擬器的 用風明器 你也可以做出你們家 有去過全家超商嗎 有聽過他們的聲音嗎 聽看看 有垃圾車的 有那個的 有嗎 還可以啦 這個我們會 欸 各位 你如果不可以去 倒噴做 對不對 我們那個垃圾車 有不一樣的 有兩個版本到三個版本 那這些其實我們都可以玩 你用風明器就可以用了 OK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可以 到我部落格上 參考一下 好 那在最後面這邊呢 其實 還有一些是 我自己做的 就是我們在下面這裡 像我們 上次的是做那個子風車嘛 就這個的 然後今天做的是這個 那還有一個我還沒做的 水車的 欸還有水車的 好 反正 很多可以玩 很多可以玩 那麼 這樣子 應該各位 就會對我們的 這個 WebDuno 有稍微比較多的認識 對不對 好 好 好